购物中心美食街传来一声怒吼 男子气到直接翻桌 居然是为了抢胃爆冲突 手指着对方鼻子骂 翻桌后还想冲上前打人 被人拦住还不停脏话连发 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全被一旁的小朋友们募集 大年初五 美食街人潮爆满 前面排队 后面翻桌 还有无辜民众被波及受伤 三方兼提 伤害 狂害迷遇 恐吓 毁损等告诉 每一台你就拍逆向啊 这么东西你 一名男子下车狂嗆保全 居然是逆向闯停车场 被劝阻还反过来大小声 我有骂你张话吗 告我啊 告我啊 开好车牌 告我啊 什么事 下车逆向 念什么念啊你 什么东西 什么事 什么东西 什么事 告我啊 什么事 男子疑似恼羞成怒 不断喊要保全告他 疑似到高雄真爱码头 看黄色小鸭逆向想停车 违规惨喷最高一千八 美食广场一位难求 为了抢位翻桌标骂 这年过得火气可真大 记者赖冠章 叶正云 郭怡珍 综合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